接下来我们就说说精细的事 好不好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这些作品 这个就是很多 就是第一次见这个作品的时候 都以为是怎么画上去的 把蛋壳上的颜色给抹了 因为这个蛋壳 大家都知道做菜的时候 它里面是白的 外面是这个橙色的 我用的就是它这种过度 一种色差 然后就拿着这个刻刀 一点点的刮下来 然后打到这种类似于 素描这种影雕的这种效果 这是这一类的 这个用时可能是最少的吧 其实这是最长的 这种穿刀的是最长的这种 你都是用的完全手工的是吗 是这个影雕是这种的 你有没有算过 你最复杂的一个作品 要下多少刀 大概是这个作品 大概有二十万刀 二十万刀 要多久时间啊 这是用了大概是四十多天 你做了这个十五年了是吧 它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我觉得这么精细的 其实是非常有影响 你的视力有下降是吗 对 有的 有的 其实现在为止就是 你像这是影雕类的 我现在极限时间 就是每天是一个半小时 超过一个半小时 我的肌柱还有这个 这个眼睛还有那个手 就 而且你头发也受影响 就要缓解一下是吧 那您那个四十天 是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去做这个单 每天晚上大概是 四到五个小时 这么欧心力血的作品 你把它雕出来 只是用来欣赏吗 目前是 是的 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的家里 都不销售的 目前那时候没有 想卖吗 这个四十天 二十万刀的作品 这个还是不想卖的 这真的是千刀万光 真的是 真的是 我的这些作品 基本上都是孤品 只有一个 还有吗 除了刚才这个 二十万刀的作品 这次说说吧 这个呢就是 我是把这个蛋壳掉 外面这是用了一个耳瞄弹 澳大利亚的国鸟耳瞄弹 它呢跟现在有一些 这个模型的创作 结合起来了 外面一个三联梦想屋 这个作品名字叫 然后外面是一个 黑森林 一个树木的 这个这种三联效果 然后里面呢 是一个屋子 当时就想到 是创作一个非常 这个切剑大自然的 这么一个作品 这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这个好漂亮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世界和平 然后它的一圈 是用这个鹅蛋壳 雕刻出来的 和平鸽的样子 然后呢 这上面呢 是一个 是一个地球仪 雕的 这个线条最细 可以达到 有0.2到0.3毫米 非常细的 你说你做这么些东西 花这么多时间 你也不产生 经济效益 那你做这个东西 纯粹是 就是喜欢 自个儿喜欢就行 对 我现在目前来说 这些东西都没有 对外的这种 这种 也不想卖 对 也舍不再卖 其实我是有一个梦想 我是想的是 于天能够建立一个 蛋壳艺术博物馆 然后呢 把我的作品 都能够留下来 能够放在那个地方 来展示 虽然现在看来 就是太遥远 但是我是 冲着这个目标来做 所以这个作品 我不需要把它 给销售出去 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 如果有人真要 就要买 如果是特别喜欢的话 如果是这个作品 我感觉有意义 或者是人家 这个喜欢的这人 特别特别喜欢 真正出于 对他的喜欢 假如说很多人 就喜欢那个世界和平 真喜欢 多少钱卖 这个的话 还是不卖了 哪个你愿意卖 这个的话 我是想的是 今天是 正好是 那个达芬奇 这个周年 五百周年 对 所以呢 我是想的是 把这个作品 达芬奇 是他的 孟娜丽莎 还是微笑 再看一看 这是我期间为止 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为什么它是最满意的呢 因为这个作品 对我来说 意义非凡 我创作这个作品 大概是用了 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到两个月 但是我从小课这个作品 到最终付诸实践 用了我十年的时间 因为大概是 07 08那时候 我就特别想 当时这个梦想 我就是说 因为自己也非常喜欢这幅画 能够把它给创造起来 但是一直就是 不敢下手 那个技术上也达不到 然后经过这些年呢 就是一直 终于 在大概是 17年的时候 当时我下定了这个决心 我说 现在我可以 去把这个作品 给创造起来了 所以我是想的是 如果是有人 非常感兴趣 这个作品的 我可以就是说 把它 捐赠出去 然后是 以这种 类似拍卖的形式 然后把那个钱呢 能够全部 捐出去 我想把它捐赠给 一个 关于儿童 自闭症的 这么一个机构 自己也是对这个机构 非常充满敬意